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用isail來做公式 那首先第一種就是自動加軸這個功能 我們在這個空白的儲存格上 要輸入一些資料 所以呢請同學先設標記區 然後呢打上我們要的數字 那每打一個數字之後呢 可以按一下Enter鍵 好讓數字停留在儲存格裡面 好了之後呢 取消標記區第三步 這就是輸入資料的方式 那輸入完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製作公式 公式呢 怎麼做呢 比如檔案要出現在這個地方 就要把儲存格停好 那同學記得 前面一定要有數字 不可以跳格 停在這裡 好了之後呢按下Sigma Sigma在哪裡呢 在常用 然後呢右邊有一個自動加軸 記得不要按三角形 選擇這個按鈕左鍵按一下 電腦呢會出現一個連續範圍 連續範圍 確定是我們要加的範圍之後呢 可以按勾勾 或者呢是按Enter鍵 這第六步的地方 那我們按勾勾 答案就會出現了 答案就出現 接下來呢下面一樣要出現答案 這時怎麼辦呢 可以呢停在控制點上 控制點在公式的這個下面這裡 會出現黑色十字標 接下來第八步呢 就左鍵按兩下 這時答案就會依照上面公式的對應方式 用相對坐標的方式把答案算出來 這時取消標記區 第九步 這時候呢就完成我們要的這個公式製作 好 這是我們一個很簡單的製作方式 那還有一種公式呢 叫做 我先把這個刪掉 設標記區 按右鍵 清除內容 這是答案 剛才做的答案就不見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連續公式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設定標記區 這個很簡單 我們這邊全部要做相加的功能 就把它標起來 然後呢按希克馬 然後取消標記區 這時同學會發現 答案就算出來 那橫列可以做 直欄也可以做 設好標記區 直接按希克馬 答案就會算出來 由上而下相加的結果 然後取消標記區 這就是我們今天研究的公式 製作自動加轉功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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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